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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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中提行家魏俊平 我來自台灣伊蘭 在地大灣人 然後 出生於1997年8月26號 現在是美國 究竟這段時間 2023年8月27號的早上10點半 所以昨天是我的生日 在這邊先祝自己生日快樂 這次要拍這個影片 的目的其實 很簡單 我跟我太太 決定想要 創立一個平台 來 想要回饋社會吧 就是來記錄我們生活生活的點滴 來回饋社會這樣子 那平台名字 我昨天想到 就叫做 A Violist With Underwear 這名字是個很特別的名字 那我接下來晚一點會介紹 然後這個影片我會分成四個段落 那分別為 音樂 我的音樂生平 我的字界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 平台它名字的由來跟意義 是個蠻翻臨的名字 但是它是有意義的 那第三個就是 這個平台 它的初衷它的目的 那接下來就是我想 開箱 現在這個新屋子 這是我前幾天剛到的 剛開 剛到的新屋子這樣 那當作是這個平台的第一支 作品 那像前面我講的我叫俊廷 然後博士學中滴琴 我從小七歲 其實先接觸小滴琴 然後 慢慢慢慢學校到國高中的時候 我才開始轉中滴琴 畢竟為了考試 中滴琴那時候的 競爭力是相對稍微低一點點 所以 再轉到中滴琴 中滴琴這樣子 那後來高中結束後 我考上了 楊鮪桃音樂院在新加坡 那很順利進去了 然後就在裡面讀了四年 畢業後 那也考上 很順利也考上那個 舊金山音樂院的碩士 那也是 跟了一個很棒的老師 學習這樣子 但是很可惜 因為疫情的關係 2020年 我只在那邊待了 差不多半年 那2020年就回到台灣 線上 線上畢業的 線上拿到畢業證書這樣子 然後 畢業完 然後就當兵 我後來就當兵 四個月在台灣 就待到 2023年 大概就三年的時間 中間也有考上 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第三輪之前 那我後來放棄第三輪 這是一個很... 後來這有一個很長的故事 之後如果有出影片的話 我可能會再介紹這樣 最後其實是放棄考試 然後 決定又再來考 那個 考這邊 舊金山的學校 然後跟著同一個老師 主要原因還是因為 有家裡人的支持 然後加上自己還有 覺得生命中還有很多 有意義的事情 或是有夢想想去追求 這樣的 所以 那時候就放棄工作 想要再來闖一闖 那大致上 我的生平大概就是這樣 未來有機會 那我會再細說很多 人生中很多 有趣的故事 然後第二階段 平台名字的由來 還有意義 沒有 A virus with underwear 那個穿... 穿內褲的重提型架 然後 我昨天就是在煮飯的時候 就靈感... 就突然有這個靈感出來了 我那時候當時在煮飯 煮飯 然後... 就往下看 欸...我穿著內褲 我就回想起 過往在家 我每一天... 每一天... 不誇張每一天 就是穿著內褲 在家跑來跑去 以為人到大學 然後...父母都很受不了我 就是看著我穿著內褲 跑上跑下 啊... 為什麼會這樣喔 我就覺得... 其實在家就很自然 就是... 天氣熱了 然後你穿...其實穿著內褲 你就不會感覺... 那麼熱了 你就會覺得很... 放鬆很輕鬆 很自在這樣 那到了冬天 我一樣穿著內褲 因為... 天氣很冷嘛 冷鬆鬆的 然後...冰涼涼的 但是... 就是因為... 不穿褲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其實... 刺刺冷冷的很爽 很舒爽這樣 所以... 我一年四季在家... 的時候... 就是... 一條內褲 夏天更誇張的 可能衣服脫了 就... 就... 一樣... 就是... 就在家跑來跑去 然後... 一本煮飯喔 然後我練琴 我自己練琴的時候 就是一條內褲 這...其實... 是有一個意義在 那我取這個名字 其實它是有一個意義 嗯... 然後... 我們通常會覺得 藝術家啊 在... 大家面前是個很聚精 因為大家西裝鼻涼 然後很正式這樣子 但是... 其實... 反過來看 就是... 我們也是... 也是一般的人啊 那... 在家生活的時候 就是... 就是放鬆的樣子就是這樣 就是... 穿著一個內褲 然後... 練琴 這很自然 就是... 跟大家想像那種... 有氣質 有... 有... 有西裝打領帶的樣子 那個... 那個樣子不太一樣 那... 因為我這個平台是為了要記錄生活 為了要傳達一些教育意義的 嗯... 一些... 一些回饋給社會的一些... 作用這樣 那... 嗯... 所以... 我就希望它是最真實的 希望這個平台是最真實 然後最自然 然後... 有... 幽默的方式來... 呈現給大家 那... 所以從這個名字來看 就是你會... 你就會感受到說 哦... 這個平台是個很real 很... 很... 很 funny 很... 很自然的一個... 頻道 因為... 怎麼會有一個violist 穿著一個underwear This is so ridiculous 呵呵 但是... 對... 就是突然說 昨天那個靈感一來 然後我就覺得... 哇... 好... 我就... 趁我這生日當天 我就來創一個... 平台 那... 就當作是我自己的生日禮物 還有... 對於我26歲... 26歲的一個... 期許 希望可以利用這個點來回饋社會 因為我在我人生中 有太多的貴人... 啊... 幫助我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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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希望利用這個平台 啊... 介紹... 一一介紹我的貴人 然後... 我跟他們之間的故事 我希望... 利用這些故事 可以... 可以... 給大家很多的... 啟發 還有... 想法 這樣 那第三個階段 平台的初衷還有目的 那像我前面講的 那其實它有三個... 三個... 我下面有寫三個小點 那第一點就是紀錄生活 這是我最大最大最想要做的事情 我人生中沒有任何... 我很少寫笔記 寫...寫...寫Diary 或是... 呃... 呃... 拍影片 頂多就發個文這樣子 那... 這一次這個平台 我希望就是做成... 像是 V- implon 或是... 嗯... 就是就是有教育的 那種... 影片這樣 希望就是可以帮助身边的朋友去了解 美国当地生活的样貌 然后或者我们平常生活的点滴 无论感情 健康 文化 音乐 任何任何任何事情 这个平台没有限制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开放式的主题 就是今天我想拍什么我就拍 然后也想记录什么 有特别的事情我就记录 我任何事情都可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那我说有三个点 第一个是生活的记录 这就是生活记录 第二个就是教育 我认为故事是可以带给人很多很多很多的启发 启发想法还有教育这样子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生病很严重 然后严重的就是发高烧这样的样子 发了两三次 但但我免疫力有养的不错 所以一天就好了 但是因为这个房子房间里面没有 那时候没有热水壶 所以我没有水 那 所以房东就很贴心就是早晚 讲到房东 他 就把我当家人真的很感动 这个我在找时间再介绍这样 他拿早晚拿热水下来 就是烧好热水 然后倒到水里给我喝这样 那我那时候就问他一个问题 诶 那你们美国人当地 生活的水是 就是生饮吗 还是去外面买 他说哦 除了旧金山以外的州 他们其实这水是不能直接喝的 但是在旧金山特别可以直接喝 为什么 因为他们说他们那个水是来自一个雪山 我还没有查是什么山这样子 那是雪山下来的一个水 然后是很天然很自然 那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所以他们当地人就是喝当地的水 然后也就是也不会有什么味道 然后喝了诶 就确实也没什么味道 就是蛮清甜的这样 这是房东说的 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真的 但是起码我喝 我觉得这水是真的蛮好喝的 那对 那讲回来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 就是让我马上学到就是说 哦 当地人其实都是喝当地的水 然后 然后就是 哦 这个水来自哪里这样子 我马上就学到很多东西 就光喝水这件事情 就有教育上的意义 我马上就会有就有这种 就是觉得哇想要回馈社会教育 教育大家的那种感想 就那种冲动这样子 那第三点就是 就是我希望给自己一点 那学习的机会还有凡事 就是这个平台的初衷啦 因为我 未来如果观众数增加了 那一定会有很多的评论 那我一定会可以从这些评论 学习到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 因为我一定有对有错 任何生活中大家一定都会有对错 那 大家可以给很多的建议跟评论 然后我就可以从这种 就发现 哦 我做一件事情可能是错的 哦 可能喝 自来水是错的 可能喝 热水是错的之类的 会让我有很多的反思 可以从这些评论中 就是得到很多反思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平台 不是只有单方面 就是我教育大家 其实这个平台是互相的 我希望就是达到 在评论里面就是可以达到 就是一个大家一起集体 讨论的一个效果 一个像一个论坛一样 然后可以一起来成长 一起来学习 无论是从各国 就是台湾 任何国家 我觉得 就无差别 就是大家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学习 因为生活 生活就是我们人生中 就是 避不开的一个课题 任何的话题 我觉得都是很棒的 好 接下来第四点 就是来开箱 这次的新租屋 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好了 我住这个地方是在旧金山 一个inner sunset的地方 那大概离我的学校 旧金山音乐学院 大概搭车要三十分钟左右 搭他们所谓的muni muni 类似一个地铁的 一个transportation 大概三十分钟 那我现在就先从 从客厅开始先给大家简单观赏一下 然后接下来会去游卧室 然后有个厕所这样 它是个一房一厅啊 好 好 那你们所见 那这是一个 房东他们留下来的一些衣制 然后桌子木桌 真的很齐全 那该有的有 房东真的把我当 哇家人 他这里缺什么他都拿下来这样 然后这就是一些生活人用品 这是我刚刚的一些草稿 一个大缸 然后这个是我 我的一个小小的乐趣啦 就是煮饭的时候 通常在美国生活 不是就是要给点什么小费吗 然后 然后煮个饭 煮完 上菜了哦 要给个小费了 然后我就塞点钱 给小费就塞到 塞到这个酒杯里面这样子 那这个是个白茶 讲到这个白茶 我在找一个时间 跟大家 介绍这个东西 哇这个 这个真的是台湾 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 东西 它不是绿茶 它也不是红茶 但它真的很特别 那这个是我要送给我的老师 Dimich的 那今天我可能会碰到他 所以这个是要送他 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 大力的 介绍这个东西 这个好棒 这个真的很棒 我不要给人 给人的小费这样 从太太讲到这个 我太太 我太太就会说 啊 常常会讲一些很幽默的话 你真的是这个 卫士幽默 对 你们蛮会了解 就是卫士幽默 那这是我的琴 中低琴 简单看一下 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两把工 然后一个琴 未来你们会有很多机会 就是让我拉琴 所以 这个慢慢 之后 就有机会 然后 这里有一个储藏间 我觉得很棒 然后它 它留一个吸塵器给我 真的是超感动的 还有这些衣架 我这次来 因为塞不下 然后 所以 哇 我这些衣架真的是 大大的帮助我 省掉很多的费用 杂费这样子 然后 这空间真的很棒 又可以塞我的行李箱 这是我太太送我的生日礼物 贵重的行李箱 真的很感谢她 我真的很期待她可以过来 然后这是前一个租客吧 留下来的影印机 好像没有墨水 所以 所以 但是附近听说 有一个那个 Library 然后免费注册的话 会员就 每天就免费的 20张的 那个 影印这样子 所以我再走时间过去 我也再介绍给大家看 那这个是 也是一个储藏间 里面塞一些杂物这样 那就是我的包包 然后就是我的 护照啊 什么 钱包 然后这是我 以前的 badge 就是学生ID 这样 那这个 这个就是MUNI的一个贴纸 因为你有这个贴纸的话 你其实大车就是都免费 就是学校 学生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对 你看我以前胖胖的 嘿嘿 好 也是就是放动一下 然后这一个 他也放 放一个冰箱的给我 这样 然后这是我 平常会吃的一些东西 我其实一天就只吃 只需要吃一餐 那 这个 这个 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 以后有机会 也再来跟大家 慢慢说 没有就是 很简单 我 因为我才刚到 所以是买一点点 就拿了 猪肉 昨天把牛肉吃掉 然后一些青菜 然后房东 哇 也是送了一堆水果给我 就是一坨的苹果 真的是把我当家人 哇 真的很感动 来 厕所 我最惊讶的就是 我刚来的时候 哇 那个厕所真的是 一层不染 一层不染 然后 干净到我以为 就是全新的这样 房东真的是 把自己打扫的 很干净很干净很干净 我真的要找机会 跟房东 就是 好好介绍一下 就是 好好感谢 这个视频大概是这样 这是一个医疗的器材 那我用 这个有机会再 慢慢跟大家介绍这样 这是我自带的浦架 然后还有浦 就是窗外 的风景 每天吃饭的时候 就是会看着窗外 享受 你看那里有个山丘 很美 八九点的时候 就是云雾缭绕 然后没有阳光 然后雾蒙蒙 真的很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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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阳光来的也比较晚 所以也还是有点雾蒙蒙的状态 这是美国 一朵金山 这是我平常在练的东西 然后一个图这样子 然后这 这里是琉璃台 来我简单一一介绍 哇 这个东西 真的是我刚到的时候 救了我的名 因为那时候 进来我以为 我以为 这边有一个那个 有那个 麦子锅 结果它坏掉了 只剩这个可以用 所以那时候 有些肉跟菜 我就 弄进去这样 加热微波 然后就吃了 他救了命 他救了我 所以 Thanks bro You are my boy 威士幽默 OK 那这是我自己带的盐跟油 那盐跟油 他们都是好朋友 是人的好朋友 这样 他们两个是好骂子 然后我 找机会再来好好接受 这两个朋友 然后这是我刚买的热水糊 这个蛮 小贵 这大概30美金 然后 但是 真的蛮好用的 而且它 我们也煮完 那 打开的时候 就会有 会有一个 热水器 会有那个 嘶的声音 就 嘶嘶啊 哇 那种很疗愈感 这样 嘶 就那个水灯器蒸发 那个声音 舒服 这个又是房东 房东的爱心 他楼上一个新的 他没用过 他直接拿下来借我 这个电锅真的 完全完全就是救了我 完全就是想要蒸什么肉啊菜啊饭啊 就都没问题 他就像大脑电锅一样 那这也是前租客留下来的一个 呃就是 晾杆用的 那我就是洗完东西的时候 我就会架在 把它架在 架在这个 水槽上面这样子 然后这也是房东 拿给我的洗碗金 菜瓜布 哇 他真的帮我省了好多杂费 他常常跟我说 就是家里有的 就不要买了 不要浪费钱 那这就是 也是房东给我的一些杂物 杂那个 那个餐具这样子 那这是我在吃的一些 养 保养的 东西 那这是 那个 反正就是保养的东西 然后一些零食 这就是那个坏掉的慢煮锅 感觉他很坚固的说结果他按键都坏掉了 然后就不容易 然后很慢这样 然后我看到这个 好奇都知道有什么东西 我发现他应该是一个洗菜籃 我想说 这很像哈利波特那个什么 那个 我杯的考验 那这就是我带来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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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餐具这样子 然后这里还有 这里也是杯子 酒杯 然后很多的锅碗瓢 哇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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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我人生真的遇到很多的贵人 来 这很无聊 但是我想要讲一下 这也是前租客留下的东西 然后这就是我挂 浴巾啊 然后衣服这样 然后这个 这也是前租客留下的 一个服这样子 我好像看到一个服 然后 我刚好我这个袋子 我就把这个袋子拿过来 所以是叫什么 啊 服袋 好啦不好笑 来啊我的房间 叹叹 发现前租客应该是 他有买一些画这样的 还是是房东我也不确定 就是 他们 留下的一些画 然后我走进来 第一眼就看到这个 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开灯就 有五个女人 看着我 然后我就想 好吧 那我就把你们 放在这里 每天看着我睡觉 然后这个 这两颗东西 表想歪 它是我拿来 就是踩着 我可以矫正极左右 对我未来再慢慢好好 介绍给你们 看 真的是很 特别很特别很特别 很特别 那这是我 跟我的太太 Winnie 这个照片是来自 啊 就是我们一周年 大概是七月的时候 就是两个 一个月前 七月的时候 我们去吃王萍 庆祝我们的一周年 在一起一周年 那我请太太吃饭这样 然后 那个 王萍那边的人 也很好 就帮我 拍一张照片 念 很怀念那个时候 然后 对 然后这就是我的电脑 哇 花束这样 然后我进来的时候 也是看到这个 好酷 我没有看过 像这样的 那种 我真的就看到这个 都会响起一段音乐 Miricom Fuck you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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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再放那影片上去 嘿嘿 然后这里是前租客留下的 电脑椅 哇很舒服很舒服 这个真的是 超级赞 像我太太来 如果她有在做 想要做什么 线上教学的话 她还可以 然后这个桌子 超赞的就是 哇 她有可以放桌机的 这个 座位这样子 真的 我觉得 真的觉得很齐全 真的很齐全 然后 我觉得这个很棒的是 这个房间 它有两个窗 所以采光非常好 我也很透光 然后 我又要来大夸一下 我建筑客 还有房东 然后我们把这个 嗯 这个塑胶 塑胶 塑胶 的箱子 留给我 哇 让我省去很多 可以 可以 要买 要买那种箱子 要得的那些钱 那我这里就放了我的谱 我带来的 是我的谱 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些 毕业证书 然后一些 书本 那个 还有纸笔这样子 这个这个这个也是 房东 哇 他说叫我不要浪费钱 去买这些纸笔 然后就拿一堆给我 哇 真的 哇 真的说不完 然后 这是我带来的一些书 这样子 对 就是我的电子书 然后我的 哦 讲到这个 这个小故事跟大家说一下 好了 因为我在台湾 其实还蛮省的 然后 嗯 就买了一个 剃头发的剃刀 那 我太太 就是学着怎么剃头发 所以她就是 每天帮我剃 就是每个月帮我剃 这样子 哇 帮我省了好多钱 我真的是 我贵人 卸不完欸 我真的 对 太太真的要好一点 然后 对 然后一些 还有这个我带来的一些 这很可爱的东西 这个 这个 最后有机会再介绍 它就是一个 我觉得 就是 未来可能在这里 可能会教一些小朋友 然后 这些东西就是 拿来 矫正他们 握工啊 还有 拉琴 的一些 基础的东西 的一些辅助器 对 那这是我录影机 我的一些杂物 然后银眼 因为银眼 这也蛮很贵的 还有 开什么厨房什么的 所以 带一些过来 然后是我的弦 然后口罩 就这样 好 接下来轮到 这个衣橱 哇 这也是 大大的让我 介绍很多杂质 这个艺术超棒 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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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 我就可以摆放一些 我的衣物 然后我这里 全部挂我的 说的衬衫西装 是不是 我 balanced 里面 看到 白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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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beyond 我就可以来这里 每天见它们练银 heard 做银声 哦 好啦,味噬幽默 OK 然後這也是前租客留下的一個箱子 然後也可以裝我的襪子 然後這是我因為買那個熱水壺留下的箱子 我就拿來裝Nikul Like this channel Averis with underwear 這是我的一些醫療器材 OK 那這也是 前租客留下的台燈 然後講到這個床 這床真的超級舒服的超軟的 然後也是雙人床這樣 跟我太太就可以一起睡覺 然後這個床單啊 跟這個面被 後面被都是房東親自拿給我 然後真的是枕頭也是 然後 哇 真的是省了很多很多的錢 這樣子 Well 介紹完屋內的小東西 我們接下來到門外去 稍微探索一下吧 這其實是一個一樓 然後是一個 車庫這樣 但是因為 這裡附近 停車真的太方便了 路很大 然後 沒什麼車 所以他們就停門口 那這車庫 就變成他們的 房東的 早午間 隔壁的機 再來住一個 台灣的 也是台灣人 鄰居租客這樣 但是 還沒有 正式把它打聲 照顧 找機會去這樣 然後 這裡就有 洗衣機 還有 橫桿機 哇真的 超級方便 那聽說 這裡水費很特別 就是 光出水跟下水 就是 比很大 然後 這是誰衣服 我的啦 等下 烘一下衣服 我也是幽默啊 來 我們去外面 看一下 有機會再帶大家去 看一下 就是周圍 有一個叫Urban Street的地方 那邊是個商場這樣 很多花人超市啊 生活機能很方便 對 這環境 這裡就是一個 這裡就是Inner Sunset 就已經在Inner Sunset 一個住宅區 然後 環境真的很優美 然後 也很乾淨 晚上非常安靜 一點聲音都沒有 然後車很少 什麼車都有 然後天氣很舒服很舒服 那裡有一個小公園 然後那裡就是他們主要的幹道 就是可以通往 Urban Street那邊的地方 天氣很舒服 這就是 我的住宿 樓上應該是房東 樓下我們就住在 一樓這樣 好 好 我去做個收尾 好 我來做了最後一個 最後的總結這樣 那接下來幾天 我可能 不管去哪裡 我就是 多拍拍 然後 洞拍拍 西拍拍 然後有什麼想法的時候 也可以分享到這平台上 那 我希望大家也可以跟我 有一些互動 然後一些建議什麼 都可以跟我說 那 我就是希望利用這個平台 來傳達我的故事 我的生活 然後 一些理念啊 一些 任何任何雜七雜八的事情 這樣子 就是 沒有任何限制 那等一下 我就要 去吃 一頓 生日餐 有朋友想要請我吃飯 然後 還有跟老師見面 因為 等一下有一個 叫做 Reading Party 的課 對 想要去參加一下 那就 下一支影片見囉 拜拜